這幾天國內外疫情明顯升溫 周邊國家的案例數也明顯增加 國內也同樣發生本土感染 在昨天疫情警戒升級之後 待會兒指揮中心的記者會 也會說明現在疫情的狀況 並且就防疫作為會做說明並加強機場 目前防疫物質跟醫療系統都是充足的 請大家放心 疫苗也會陸續到位 我們也會協調相關部會和地方政府 共同強化防疫措施 我也理解更嚴格的防疫措施 難免影響大家的生活 也會讓大家擔心 但請國人同胞不要恐慌 我們一起用最嚴謹的態度 最大的警覺 配合指揮中心的指引來防疫 我也要提醒大家 因為過去我們團結防疫 才能夠一起度過危機 也讓台灣的防疫成績被世界看到 此刻的挑戰依然嚴峻 請大家提高警覺 遵從指引 相信我們一定能夠團結度過挑戰 我也要特別提醒大家 這段期間會有一些來路不明的訊息 假訊息 請大家收到有疑慮的訊息的時候 請快查證 不要輕易的轉發 我也會請指揮中心加強正確訊息的宣導 請大家務必提高警覺 過去一年 我們全民同心守住疫情 未來一年 我們更要守住台灣 保持穩健的經濟成長 繼續在國際舞台上發光發熱 團結防疫守台灣 相信在大家通力合作之下 我們能再次度過這一波疫情的挑戰 謝謝大家